再过几个月我就要三十周岁了 我很期待即将三十岁的自己 很多人喜欢用年龄制造焦虑 但你想过吗 岁月其实是一种奖励 因为少部分人的自信是出生时家庭给的 大部分人的自信要靠岁月给予 从智商小本来到升级打怪 从感情里受伤再勇敢站起来 从丑小鸭变成大方得体的小鸭 你在打磨里被重塑 拥有自尊 自利 自爱 岁月是奖励 给你时间去把青春期输掉的比分追平 比起青涩又自卑的年纪 靠双手赚来底气的三十岁更有美丽 这些底气让你选择自己想生活的城市 想要的生活方式 这些底气让你真实地面对自己 由内而外的养肤 用健康的方式获得美丽 思维师胶原水光瓶 汇聚四大人气成分 含有胶原蛋白和玻尿酸 抛住原相机嘴脸派 不要回看过去 没有人永远是吧 年龄不是一个女人的筹码 健康 积极 自信和能力 才是开不败的花 那是个维修的方式获得美丽 的方式获得美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